可能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些的资料表 这些的资料表 它左边应该都要赋予给它一个年的代号 也就是说可能我们要新增加一栏 叫做年这个栏 分别标示说这些资料是哪一年 就是当我们在做资料整理的时候 我们要去做什么跨年的比较分析 所以一定要多增加这一栏 当做是一个区隔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到这件事 我就先把我的total的内容 我先关掉重开好了 首先快速点两下打开这个资料 我们里面有list有各年的资料 这都是从网路上下载下来的 再接下来有一个total total这里面资料我们先清掉好了 全部都清掉 全部都清掉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这样子好了 我们等一下是以开启一个新的工作表来做资料收集好了 来做工作表合并 比如说我们新增加一张新的工作表 取名叫做那个total2好了 等一下我们收集资料收集到total2里面 然后接下来呢 请把开发人员打开来 档案选项 然后接下来点选什么 制定功能区 请把开发人员打勾 确定 然后我们先大概先做到这个地方 就是你新增一张total2的工作表 那total2工作表再加一件事好了 我们这个理论上 理论上这里面的内容应该是一样的 这里面内容应该是一样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原本的这个第三列里面的资料 第四第五列的资料先抠过来 抠过来 然后呢 复制 贴到这个total2里面 我们贴的方式直接用第一种最标准的这种贴上 就是包含格式都贴着 因为等一下我的资料是不是要从 民国一百年的资料从这边开始 可是呢 我会希望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叫做年 好不好 做一个年 就是说 我前面啊 我增加那个年的标示 让我可以 以一切顺利的这样子 把它 民国一百年 然后 还有所有的资料贴在这边 好 所以请整理这个total2这张资料表 然后 开发人员请打开 大概就先做到这个地方 然后回来到list这边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 好